我们车已经非常的脏了 从昨天穿越冰叉叉 那昨天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就是车子又产生了新的异响 主要是我检查了一通 主要是从车内 车内的里边后 这个叫什么后小窗的下面 有异响 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个位置了 得找一个有4S店的地方检查一下 哎呀好郁闷呢 这车子怎么到处响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到这个了没有 这两瓶添加剂是放在这个袋子里面的 还好我装了一个这个袋子 大家记住如果带添加剂到西藏来旅行的话 一定要用这种防水防油的这种袋子 把你的添加剂给装好 因为在海拔这种急剧变化的时候 它有可能瓶子它就会漏 漏这种里面的液体就会漏出来 那个袋子上是漏出来的油 已经成为这样子了 还好套了这个袋子 不然你的车子就遭殃了 我说我昨天闻到车上一股没有味 我们带的这是新丸植添加剂 就是怕加不到95号油 所以如果只有92号油添加这种添加剂 它就可以临时硬下急 但是带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风险在 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 好 我们现在就朝茶余里边走 那么在往茶余线走的这个路上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219国道呢到茶余线 就现在是一个断头路了 往摩托那一段呢正在修 还没有修好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计划呢 就要沿着这个 从茶余开始往北走 走到318 再继续向西藏的西部走 进入茶余线城了 前面就是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 好了我们准备走吧 95没油 所以这里分享给大家一个信息 就是茶余有时候95是没有油的 我们现在的油呢还是够 还有半项油 跑燃污是肯定够了的 跑到318上面去加油算了 只能这样倒出去 其实讲实话我们是带了添加剂的 今天早上分享给大家的 那添加剂呢 那是在应急的状况下实在没油了 那是你必须要加油的时候 我们才会用 那现在我们还是够跑到318上面 318的配备还是非常足的 我们就到318上面去加95号油 不在这边加95 不在这边加92加添加剂的这种做法 从丙茶茶出来之后呢 从茶余往燃污这条路 路况可以看到非常的好 全白油路 这里总共有100多公里的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路况了 所以哇 走完丙茶茶以后 继续往燃污走的话 你会觉得开在这个路上是一种享受啊 看从茶余往燃污的方向 路上也非常的漂亮 太美了 林芝地区的这种雪山 好看就在于说 它可以是在绿树的映衬下的雪山 终于开上这么好的路了 就走了一次品茶茶之后 我就仿佛有一种 我再也不想走烂路的感觉 实在是坐在车上又不舒服 人又烦躁 开个又慢 又伤车 茶余前往燃污湖的路上 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观景台 好像我们看到前面那个村子 是有桃花的样子 看看这个角度能不能看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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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前往燃窝的路 这是一座山的压口 那么前面可以看到到这个盘山公路吧 直子行的 迂回向上的 看远处燃乌湖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左手边了 哇 这个季节的燃乌湖好看的哦 绿色的 快看 兄弟 像不像 好了 现在燃乌湖到了我的右手边了 特别好拍看 拍照 好漂亮 哇 好漂亮哦 好 加油了 就到这个燃乌加油站吧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跑到四应加油站才加油 因为燃乌镇这个地方没有中石油 8块8毛8这么吉利的数字 8块8毛8 好 两瓶片要紧 好 411块 可以了 可以了 不要加了 好了 讲完这次游了差不多一块多一公里 不到一块一一块出头 哇 后面的路好走一点 油耗应该低一些了哈 这里拐弯 直走是318回四川的方向走这边 走这边就是去西藏拉萨的方向 我们就到了这个著名的三岔口了 好 我来试车了 大家来听听这个异响 新的声音 先看这个异响了 就知道这个异响了 请卡住就知道了 就让它们进到西藏拉萨的方向 爽转到西藏拉萨的方向 转发点赞 不要松转发点赞 可以快点在前夜 到西藏拉萨的方向